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医学影像的课程 这个单元我要跟大家介绍的是X-ray的影像 大家都知道X-ray是在医院很常使用的一种影像模式 那事实上除了X光之外的话 其实在整个电子波的频谱里面 我们从长一点的广播 其实大家开车的时候常常会使用 那到很短的Gamma-ray 其实我们在做健康检查的时候 如果说你做的是CT跟症子的 全身癌症的健检的话 其实你用的呢就是合一里面的症子影像 那其他的话我们做显微镜会有可见光 可见光的频谱呢是400nm到700nm 在不同的波长呢 它都有不同的应用的场景 好那我们这堂课呢会主要是集中在X光的部分 X光的话在诊断的X光的话它大概是100到10个pcm 那如果说是搭做一些X光的实验像XRD 它用的是Soft X-ray大概是10个Nm到100个pcm 那Gamma-ray的话它是波长更短的一种电子波 它的波长的话大概10到1个pcm 好我们今天呢先讲一下 Projection Radiography 我们会讲一下它的仪器的部分 就是包括X光它的光管的一些结构 然后以及在X光成像的时候 它所要用的一些设备像是Filtration 还有一些Scator Control的部分 那最后的话我们会讲一下X光它的Detector的结构是怎么样 那讲完它的Instrumentation之后呢 我们会告诉大家说它成像的时候呢 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 包括就是X几何的效应 还有呢就是光源呢 光源会有它的Spot Size 它对于成像所会造成的结果 那最后的话我们到Detector端 或者是在底片端的话 它的效应对于最后成像的影响 那我们有了影像之后呢 我们要去对影像的品质做一下评比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会看一下它Contrax SNR 然后以及呢一些Competent Scator所造成的一些效果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一个X光影像 它基本的结构 首先的话你有X光的光源 然后它经过的那个校正仪 Colometer会打在病人身上 那打到病人身上之后呢 因为病人身体比较厚 所以说光子呢会产生散射现象 会影响影像的品质 所以说当穿过身体之后的光子 在达到Detector或者是X光的底片之前的话 它会先经过一个Anti-Scator Grid 这个基本上就是X光影像一个基本的结构 右边的话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一个胸腔的X光的影像 好这里的话是我们在临床上常看到X光的不同的应用 我们可以用来看手部的成像 看头颈部的结构 或者是如果说你不小心摔伤的话 看你有没有骨折 之前大家在做健康检查的时候 通常会看一下就是胸部的X光片 这是胸部的X光片 或者是你看你的脚的一些骨骼 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形 或者一些奇怪的结构 然后这边的话是 就是骨盆的部分的X光影像 好那我们在讲X光的原理之前的话 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就是原子的结构 我们知道原子呢中间是有原子核 原子核里面的话有子子跟中子 在原子核外面的话有电子 它会绕着原子核做旋转 那我们现在的话 如果说我们来用KLMM来描述外层的电子 K我们给它代号是1 L是2 M N分别是3跟4 那每一层呢 它绕行的电子的数量的话是2的N三次方 所以说在K-share的话 我们会有两个电子 那每一层电子的话 它都会有它自己的binding energy 跟它的一些chemical property 那我们看一下 就以量子力学的角度来说的话 基本上呢这些电子呢 它们都会有一定固定的几率呢 会在绕行在空间当中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X光的生成是怎么样 X光的生成的话 它主要是有两种方式 第一个的话是就是原子跟电子 它的结构的再组合 产生了这个叫做characteristic x-ray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张图 这张图的话 我们有四颗电子 它对于一个原子飞过来撞击 那我们先看一下1234 分别是撞击不同的点 我们先看第一个好了 第一个的话 它撞击的比较偏外层的电子 然后所以呢 它会损失能量 会散射出去 那我们看一下 应该算是第四个好了 第四个的话 它会打到K-share的内层的电子 造成K-share的内层电子 它会逃离 那产生一个空缺之后呢 外层的L-share的电子 就会补进来 那K跟L之间的能量差 就会变成一个特征的S光射出 这个的话就叫做characteristic x-ray 那另外的话 所谓的 这叫做brainstorm是什么呢 就是当我们的电子 靠近原子核的时候 它会被原子核所吸引 然后造成电子 它的飞行方向会产生偏折 那它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损失了一些动能 损失了这个动能呢 就会变成S光形式 发射出去 那因为呢 就是你电子射过来的话 它有些比较靠近原子核 有些比较远一点原子核 所以呢 它会产生一个连续的光谱 这个的话 这个就是我们常见的S光 这个叫做 这是从德文所来的 德文的意思是代表 就是煞车的意思 就是你的高速的电子 它因为靠近原子核 撞击原子核 或者是因为原子核 导致它的那个飞行轨迹 偏斜 而损失的能量 以S光形式发射出去 这个叫做Brainstrom X-ray 那我们来看一下S光的基本的结构 S光的基本结构呢 包括几个 一个呢 是它的灯丝 这个灯丝呢 它会控制S光 它的电流 那通常它单位是用mini-amp 那它会有阳极跟阴极的部分 阴极的部分呢 它主要就是会打出高速的电子 那同时它会有个Focusing Cup 就会把这个电子呢 集中在一定的区域里面打到把柴 那阳极的部分的话 它是正电幅 所以它电幅 电压大概是30到150kV 那因为呢 我们最高的压差的话 我们叫做KVP 就是我们这个产生的S光光谱呢 比如说如果说我的阳极 它的电压是150kV 那么我出来的光谱最高呢 就是有150kV 那所以这个P呢 是代表是Peak的Voltage的意思 那阳极呢 它是从用乌丝所组成的 用Tungsten 那事实上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呢 Brandstone它所占的比例只有1% 那其他99%都变成热量的形式膳失 所以说在阳极的部分 它会非常的热 所以需要用高速的转速来协助散热 那整个S光光管 会在真空的环境之内 去减少就是电子跟空气的撞击 这边的话就是一个S光光管的结构 我们可以看到呢 左边的话是阳极 右边的话是阴极 那在阴极的部分的话 我们会有灯丝的结构 那灯丝的部分的话 出来事实上是有一个Folksing Cup 把你的电子呢 集中在一定的区域之内 然后会打到阳极的把柴 打到阳极把柴之后呢 就会产生连续的S光的S光射线出来 那在这个结构里面的话 事实上这个阳极的把柴 它会一直旋转做散热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假如说呢 我们有电子呢 经过S光管 那会射到阳极的把柴 那假如说我们的阳极的电压 是120KV 请问呢 当我们的把柴是乌的时候呢 最高会有多少个乌的原子 会被游离 那我们要看一下 乌它的binding energy是多少 就是不同的血液化 binding energy是不一样的 我们假设平均的binding energy呢 是4KV的话 那我们把120KV的能量 属于4KV的话 那平均来讲的话 大概会有30个乌的原子 会被游离 好那我们看一下它结构的话 它整个结构呢 会是在一个Pyrex的玻璃的材质里面 那因为它 这样大家在家里煮东西 常常也会用到这个Pyrex的 Glass的一些锅具 那事实上是很耐热的 它可以 而且可以减少S光的吸收 真空的话是为了减少 电子跟空气原子之间 空气分子之间的撞击 那S光射出之后呢 其实我们刚刚可以看到 在前面这张图呢 它是往下面的方向散出 可是事实上 我们产生S光 它是无方向性的 各个方向都会有 所以我们在下方呢会有一个Port 来控制S光射出的方向 因为我们会希望说光管 有一个固定的方向可以射出到我们的标的物 好所以说我们只会用透过Window跟Port 所射出来的S光 那这个部分的话是有用的S光 叫做Primary Beam 好所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光管的结构 那刚刚已经讲过这个是Primary Beam 那在内层的话会有一个铅的内力 来减少就是S光从其他方向射出 好阴极的部分我们刚刚讲的话 阴极会有灯丝还有Focusing Cup 那它属于带负电的部分 然后乌的话在我们的那个灯丝的部分也是用乌所制成的 为什么用乌呢 因为它会有非常高的 这个叫做Themal Ionic Emission 就是热油离辐射 热油离辐射是说 当你这个灯是受热的时候 它会放出电子的数量 那因为乌可以放出非常高的大量的电子 来撞击我们的阳极的靶材 那而且它非常耐热 就是它的溶点是3000多度 所以你的靶材不会使用到一半就融化了 好那在我们在做S光的时候呢 其实就要调你的剂量 通常你会调整的东西呢 有几个部分 一个呢是你的电压 你的KVP的话是来决定说 你的能量有多高 那另外的话 你的电流量的话 是透过刚刚我们讲的那个mini-Amp来控制 所以呢 我们KVP的话通常有几种方式 我们给它固定的电压之后呢 你要决定说你的剂量有多少 就是看你照射时间 照射时间的话 它会有一个固定的Timer 比如说你固定时间是多少 或者是说你去设定说一定的Explosion的量之后 它会停止 那我们的那个电流量的话 mini-Amp就是我们透过电压 还有呢我们所使用的时间就可以控制我们整个那个Explosion的剂量 好所以呢 总结来讲的话 一个呢是我们Explosion它的能量有多高的话是看我们的电压 然后呢我们所接受到的辐射剂量的话是看我们的电流以及你所使用时间 所以是MAS这个就是这个病人或者这个物体他所会承受的Explosion的辐射剂量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Brandstrom它的光谱是长什么样子 我们刚刚有说呢 我们有电子呢打到我们的原子 那事实上它有不同路径出来的光谱就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这边有看到有三颗电子123 E的话是撞击到原子核 然后它因为它撞击到原子核所以它损失能量非常多 它损失能量呢就全部转换成Explosion的影像 所以这边的话会有非常高的Explosion的能量 然后第二个跟第三个的话 第二个电子呢它比较靠近原子核 第三个电子比较远离原子核 所以呢第二个电子呢它所发出来的能量的话 就是比较中阶的能量 那第三个电子因为它比较远离原子核 所以它损失的动量比较少 所以呢它所发出来的Explosion的能量就比较低 那这边的话所谓产生的那个Explosion光谱呢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事实上呢它原本的应该是 像是这个斜的虚线这个部分 然后因为经过了我们Explosion光管 它其实也会造成一些低能的Explosion被吸收 所以说我们经过过滤之后呢 我们的看到的光谱呢会长这个样子 那这边的话我们看到 它想说我们的Maximum的光子的能量是90KV 那所以我们在写的时候呢 通常会写是它90KVP 好那在能量里部分的话 当我们的能量是小100KV的时候呢 这个光子呢大概会往90度的方向做折射 那能量越高的话它折射角度就会越小 就会越往前飞过去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几种能量的损失 我们知道说当电子去撞击原子之后呢 它就会造成一些游离 所以说你可能会造成这个原子的Excitation或Ionization 那其实最大部分的形式都是以热量形式善失 并不是作为真正有效的成像使用 那我们以U当作把材来为例好了 假如说呢我们有100KEV的那个电子来撞击U 那大概只有不到1%的这个能量会变成S光 其他99%全部用热量形式善失掉 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电子的能量提高到6MV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变成可用的S光呢 大概是有一半左右 那所以说它的这个反应范围其实是差非常多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几个常见的S光的光谱 第一个的话是特征的S光Spectrum Characteristic的S光的话 它就是打到内层比较低能的电子 然后造成外层高能电子它会补缺 那它补进来之后呢 它们中间的能量差就会用特征的S光射出 那这里的话 比如说氢来讲好的 它K-SHIRT的那个Electron的Binding Energy是13.6 然后如果说是U的话 大概是115KEV 就是每一个原子呢 它的Characteristic X-ray的能量呢 都是固定的 那它的Characteristic X-ray的能量的话 主要就是两层 比如说L跟K-SHIRT之间的能量差 好 所以呢我们看到的这个光谱呢 大概除了说这边看到这个 Granstrom的那个X-ray之外的话 我们还会看到几个特征的光谱 好 那S光它经过 就是阳极产生之后呢 我们这边是阴极呢 射到阳极 然后发射出S光之后呢 它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效应的 原则上呢它应该是各个方向都是 就是没有差别的会射出 可是事实上呢 我们在这个靶材的部分 我们把它放大来看 当这个S光射出的时候呢 在这个方向它会被靶材 它本身去做一部分的吸收 所以这个效果呢 就叫做Hear Effect 这是因为呢 它飞向阳极这一端的那个光子呢 它被阳极自己本身做吸收 所以说你出来的这个能量强度 或者是你的光强度呢 不会各个方向都均匀 在飞向那个阴极的部分 它能量强度会比较高 那飞向阳极的部分呢 因为有部分被阳极自己吸收 所以它的量会比较少 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 如果说你希望说你射出的这个S光呢 它的光强度是非常均匀的话 我们事实上可以去做一些Filtration 那Filtration的话 我们除了说你可以让你的光比较均匀 那另外一部分的话就是 其实非常低能的S光呢 打到人体的时候 其实只是被人体吸收 对于成像没有任何的帮助 那只是涂针就是病人的辐射剂量 所以这样子的S光呢 我们通常会先用一个那个过滤去把它滤掉 那这个的话是外加的过滤 那内含这个过滤的话 就包括就是在阳极的部分 被阳极自己本身所吸收 然后或者是说你的这个S光光管 它的玻璃的材质的部分也会吸收光 那我们自己外加的这个过滤材质的话 通常是用像是Aluminum 或是Couple这些材质 通常呢 这些材质的话 我们可以用 就是等效的Aluminum的厚度来表示 就是它的效果 好 这个是Filtration跟Columation 就是我们除了做过滤之外的话 我们会希望说这个光呢 它有一定的那个同调性 所以我们会用Columation来去做调整 好我们这边的话会有Inherent的那个Filtration 就是通常呢 是用像铝啊 或者是二氧化系的这种材质 去把一些比较低能的剂量 像是50KV以下这些S光呢 都给滤掉 那外加的部分的话 它希望说 去调整它的剂量 来降低说一些低能的S光它的剂量 然后另外的话 还有Compensation跟Equalization的Filter 因为光打出来的话 我们理想希望说光本身是均匀的 可是它有一些像是Anode的Hill Effect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效应 所以造成光不均匀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透过一些Compensation的Filter 来去做修正 那另外的话Columator的话 就可以去修正我S光它的光源 射出来的形状跟大小 然后可以调整就是我们成像的时候 比较能够得到好一点的效果 好那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常见的S光的光谱 这个斜线的部分的话 其实是从Anode里面的时候 它是像Brainstrom 它的光谱是长这样子 当你离开阳脊的时候 它有一大部分就被阳脊给吸收 所以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呢 被阳脊吸收之后 当你离开光管的时候 又损失一部分 然后我们又再经过一个过滤器 然后再经过病人身体 最后呢 这是Detector所会量到的S光 是长这个样子 那这边的话就是Compensation的Filter Compensation的Filter除了说 你可以去调整 就是让光更均匀 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在照射 不同的物质 因为它的厚度不一样 所以某些部位 我们需要更多的S光 所以像我们要照这个角的话 比较厚的地方的话 我们的Filter呢 可能就是比较薄一点 然后比较薄的地方 Filter就厚一点 这个可以去调整 我们出来在成像的时候 它的光会比较均匀 比较可以看出它一些特征的变化 那这边的话是常见的一些Filter 它会产生的这个Spectrum 这边的话我们刚刚讲说 常见的Filter就Copper 或者是Aluminum 那这边的话就是 它也会有一些KH的Binding Energy 这边是经过这个Filter之后 你所会看到的光谱长这样子 那这个的话是另外一个光谱 因为根据不同的Filter呢 也会根据你的应用 你会挑选合适的Filter 那这边的话是几个Filter的例子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刚刚介绍了S光的Instrumentation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要看一下S光 它跟组织 还有跟物体的一些Interaction是怎么样 首先我们再看一下 因为我们S光主要是用在医学的诊断使用 所以在身体里面的话 它跟组织会产生的效应呢 大概有几种 第一个的话叫做Primary Radiation 就是大部分S光呢 经过身体呢 直接穿透过去 会发生任何反应 这个的话叫做Primary Radiation 那另外一部分的话 就是它经过身体之后呢 可能会打到我们外层原子里面的电子 所以会造成它路径而偏斜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叫做Secondary Radiation 这个是Scattered X-ray 那另外一部分的话 就是S光呢 它打造内层的电子 然后造成内层电子 就是射出 然后外层电子补进 S光它本身的能量呢 就完全损失掉 然后所以说S光 在身体里面就被吸收了 那这个吸收的话 这个叫做Absorbed Radiation 它这个部分的S光呢 就完全到不了Detector 这几种效应的话 所以刚刚讲的 一个是没有反应 然后呢 再来是Skatter 然后还有Absorption 所以其实呢 扣掉刚刚没有反应的 那个部分的话 其实Skatter的话 又可以分成两种 一种叫做Cohenance Scatter 然后另一种叫做Competent Scatter 然后吸收的部分 事实上就叫做Photoelectric Effect 这三种效应 事实上是我们在诊断的S光辐射会最常用到的这三种模式 我们以S在常用的能量范围来讲好了 在25到150KV里面的话 我们常看到是三种效应 那刚刚讲的Photoelectric A就是没有反应嘛 就直接过去 然后B的话呢 它是被吸收 因为它打到内层电子 然后照打出光电子 所以S光自己本身不见的 这个就是Photoelectric Effect 然后我们这个就是Photoelectric 如果说你把它再加一句 你可以写成Photoelectric的Absorption 然后在Skatter部分 其实有两种形式 一种的话叫Cohenance Scatter 另一种叫做Competent Scatter 如果说我打到外层的电子 可是没有造成外层电子游离射出的话 这个时候呢 我只是自己飞行的方向产生的折射 这个叫做Cohenance Scatter 叫做Radial Scattering 那如果说我打到了外层电子 造成了一个外层电子射出 然后我自己的飞行方向 也才能偏斜 所以呢我自己的能量呢 其实有一部分能量呢 就转移到这个电子身上 那所以我的那个波长会变长 这个叫做Competent Scattering 好Radial Scattering的话 因为你没有把能量转移到另一颗电子 所以你入射的波长跟出射的波长会是一样 频率也是相同的 那Radial Scattering的话 它通常呢 是在比较低能的情况之下呢 会发生 比如说这样S光影像呢 你可能看不同部位 假如说是看乳房摄影的话 一般的话大概是在15到30keV这个能量范围 那在这个能量范围的话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 Radial Scattering发生的几率 假如说 它的能量大概是30keV的话 它发生的几率呢 大概有小于12%左右 然后如果说 你的能量呢 是大于70keV的话 那么它发生的几率只有5% 所以在低能的S光的剂量情况之下呢 事实上是常常会发生Radial Scattering 那Skater呢 对于影像呢 只会降低它的品质 其实不会提升影像它的品质 好 这个的话就是Coharine Scatter 入射跟出射的波长都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Compton Scattering Compton Scattering的话 就是入射的S光 它会跟一个 原本是束缚在 轨道上的电子产生反应 然后造成电子的射出 那S光自己本身呢 它的 入射的方向也会产生偏折 那基本上Compton Scattering 发生的几率的话 跟你这个组织 它的原子序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那它跟你的那个 电子的密度会有关系 电子密度如果说越高的话 当然发生Skater的几率就越高 那跟你入射的S光能量 有一点点关系 可是没有太强烈的关系 好 这个的话是推导出来的公式 就是我们先复习一下好了 我们电子波的能量的话 会等于普朗克长数 再乘上它的频率 那或者是我们可以把它写成呢 就是Hc to Landon 等一下我会推导一下这个公式 总而言之 这边看到的话是 当我产生散射之后呢 当我的波长会变长 散射之后的波长减掉 原来入射的波长会等于 这个样子 然后它会正比于 E减掉Cosin Theta 所以说如果说 我没有产生偏折的话 我的Theta角是 明度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 你波长就不会改变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的话 这个是我入射的S光 然后这个是出射的S光 那这个是我打出去的电子 所以我入射的 这个叫momentum 我的动量的话 是等于E1除以C 然后跟这个频率啊 还有波长关系是这样子 所以是 这是入射的S光 这是出射的S光 那我们先考虑这两个部分 一个是动量守恒 另一个部分是能量守恒 所以我原本的动量是P1 后来的动量是P2 再加上电子的动量 这三个动量呢 应该是守恒的 好所以我们根据三角定理的话 这个电子的动量的平方 会等于P1平方加P2平方 减掉两倍的P1P2 只能够算Theta 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P1 然后呢 我们这边可以把它画出来 这边相当于是P2 所以呢 这边是我们的P1 所以会有这样P1加P2平方 减掉两倍的P1P2 CosTheta的关系 那另一部分的话 是能量守恒 就是虽然呢 电子一开始是在轨道上 它还是有它原有的能量 它原有的能量 我们假设是E0好了 那我原本S光能量是P1C 那后来的S光能量是P2C 那再加上后来电子 它的能量会等于 原本的能量再加上它 增加这个动量 增加了这个部分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式子呢 展开来看 我们把这个等式左右两边都取平方 那取平方的话呢 我们会得到的式子呢 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10平方跟10平方可以消掉 然后这边有P1 P1平方C平方 跟这个C平方 跟这几项 我们把它整理一下呢 会得到这样的一个形式 好 那我们再把 这个P1跟P2呢 整理一下好了 这边得到的式子呢 是像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把这个式子呢 移到投影片的下一页 好 我们刚刚最后呢 得到这个公式 然后我们把等式的左边跟右边 同乘以这一项 乘以这一项之后 我们看一下 左边的话会变成 HC除以P1P2E0 那E0约掉 然后右边的话 变成HCP1P2E0 所以P1P2也约掉 所以左边我们会得到的东西是这样 HCP1P2 P1P2 除以C 那这边的话我们把它稍微整理掉 C跟C约掉 所以左边会变成 H的 应该算是 P2分之一 减掉P1分之一 然后右边的话呢 会得到是 HC除以HC除以10 所以这是经过散射之后呢 你颇常增加的量呢 跟你的那个散射角度会有关系 好 那事实上在成像里面的话 Compton Scatter 或者是Red Scatter 都是我们不想要的 它只会降低我们影像品质 我们主要的成像机制是靠着刚刚的光电效应 光电效应的话就是打到内层电子造成 就是外层电子补进来 然后我们会有一个光电子产生 那我们大部分呢 影像的形成的话 都是透过就是不同组织或者是不同的部位 它对于S光吸收程度不同 然后所产生的对比 好 那我们刚刚都已经知道说 你的光电子的能量 那就取决于你就是外层跟内层电子 它的BindingMg的差值 那除了说 刚刚讲的光电效应之外的话 它另外多余的能量呢 可能也会造成外层电子射出 这个外层电子就叫做OJ Electron OJ Electron的话 在做一些表面的 比如说你有一些薄膜 想要看它表面材质的话 就可以透过OJ Electron来做到 那不过这个在我们S光成像的话 都不是我们所想要看到的一些机制 在这边的话 我们想要看到的话是Photoelectric Effect 所以我们射出之后会有光电子 然后产生了Captoristic X-ray 然后Photoelectron有时候会伴随着OJ Electron 然后或者是你的露色光子会造成Compton Electron 然后会有一些Compton的Angle跟Compton Photon 好我们这边的话 真正在成像的话 我们会希望的话是比较多是 应该甚至Photoelectric Effect造成的 那Compton Scatter 这个是我比较不希望看到的 好那这里的话 我们简单看一下 就是Photoelectric Effect所产生的不同的效果 事实上你的S光光子入射进来之后呢 我们内层的Binding Energy是34、5、0.6跟0 所以呢你达到第一层呢 所得到的Photoelectron的能量呢 因为它的Binding Energy K-Share的Binding Energy是34KEV 所以出来的话 它的Photoelectron呢 就是有66KEV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你的Photoelectron 从 L-Share掉到K-Share的话 那么它们之间的能量差一个是5跟34 所以呢 它的那个Energy是29 然后M到L的话是 0.6跟5之间的差别 所以是4.4 那另外一个的话 M到M的话就是0跟006 所以它的那个 Characteristic X-ray的能量分别会是不一样的 好那这边的话 就是如果说当你入射材光的能量呢 稍微略高于K-Share的Binding Energy的话 那么 这个时候它发生Photoelectric Interaction的几率 就会大幅增加 所以这种现象的话叫做K-Edge 那通常呢 它增加的幅度的话 大概都会增加5到8倍左右 我们刚刚有提到呢 事实上Photoelectric Effect的话 是我们主要S光成像的一个机制 所以不同的材质呢 它吸收的程度不一样 所以我们如果说不看它 事实上在原子跟电子 所发生的这些现象 我们只看S光光子被吸收的量 那它被吸收量的话 我们可以用一个 这个叫做Math Attenuation Coefficient 来表示就是单位质量 它会吸收的量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20KV跟100KV的时候呢 当能量越低 当然S光会被吸收的就会越多 那在空气里面吸收的 一个是0.779 一个是0.15 所以当我们能量提高的时候呢 事实上是不管是不同的组织 或者是它吸收的比例呢 都会降低 那这次的话我想要请问一下大家 就是S光的剂量 到底是20KVS光剂量比较高呢 还是100KVS光剂量比较高 20KV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呢 就是你打到身体呢 感觉上能量是比较低 对不对 常常有人会告诉我说 20KV的辐射剂量比较低 事实上是错的 20KV的辐射剂量是比较高 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到呢 它被身体吸收比例比较高 当你有越多S光被身体吸收 那代表说你身体有更多的原子 会被游离 所以对你身体造成伤害比较多 所以在成像里面的话 大家都会希望说 把S光的能量提高 因为能量提高的话 那么你穿透过身体呢 的比例就比较高 对于你身体的原子 所造成的游离性呢 就会比较低 那可是当你能量提的 比较高的时候呢 你的那个不同组织 它的对比度就会比较差 所以这个就是成像 我们希望说去改进的地方 对比较高